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C Channel,我是NC小夜丁尼龙 今天我们要来说说现代战狱以及黑色行动冷战的第三季全新内容 这次的更新相比一二季真的可以说是内容丰富 不仅仅在冷战上有了不少的新内容 而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就先来说说有关黑色行动冷战的第三季内容 祸众部分则会分成另外一部之后说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要是各位有想要购买战斗的同行证或是商店里的任何组合包的意愿的话 也请各位考虑一下输入我的创作者代码NC Channel 这样各位就可以在购买喜爱的造型以及同行证的同时支持到我咯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Let's go 那么讲到新赛季一定就不得不先提一下这次加入到游戏中的新武器 第三季与第二季不同 在这次的季度期间总共会有六把新武器加入到游戏当中 而率先在开机就可以去获得的武器则有以下三把 首先是第一把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波波沙重锋枪 PPSH-41可以在战斗通行证的第15阶级获得 而根据官方文章的叙述 PPSH有着高射速高弹侠容量以及冲锋枪的高机动性 虽然单发伤害只有中等程度 但是这把经典枪仍旧可以主导近距离的交战空间 讲到这里其实我想很多人的想法也都跟我一样 看到高射速高弹侠容量差不多就开始汗炎了 因为第二季结尾的时候就有一把高射速高弹侠容量的枪 非常完全的毁灭了窩中的平衡 所以这把枪之后到底表现的怎样 相信还是需要我们特别稍微关注一下的 接下来第二把枪则是Swiss K31狙击步枪 根据官方文章的叙述里有提到 这把栓动式狙击枪拥有着非同反响的精准度 并有着极高的重新上弹速度 瞄准速度以及大弹侠容量 不过说真的我个人是比较不担心这把狙击 因为照理来说的话 拥有上述这么多的好处 他的一发杀击中范围应该要比其他的狙击枪来的小 所以使用上来说也会相对的更需要精准度 但是要是换到窩中里就不一定了 窩中目前都是狙击类型的枪打头一发杀 要是这把新狙凉的快射的快加上弹速又很不错的话 大概又是另外一场平衡革命了 不过一样还是要等到大数据出来之后才知道 接下来的第三把则是黑色行动 系列的有名武器弹簧刀 这是一个复合性的武器 左手的小刀配上右手的刀片发射器 可以同时兼具近距离的威胁性 以及远距离的殖民性 这个东西以前也有出现过 所以如果你是老玩家的话 对这个东西应该不陌生 以前没有玩过的玩家也推荐去体验看看 我个人觉得是还蛮有趣的一把武器 不过好不好用可能就要见仁见智了 但是这边有一件事要提醒一下 就是这个弹簧刀只有在黑色行动冷战里才可以再开地时使用 在窝中的话只要等到计中时才可以使用 那接下来的三把武器都是会在技中才推出 所以这边呢 这先稍稍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呢 是战术步枪 CARV.2 拥有高伤害 高子弹速度 提供稳定火力输出的同时 也拥有着高弹侠容量 以及良好的后座力控制 那这个东东 我在佛丹斯科之毁灭世界里 有先拿到过 基本上 尾 那个人觉得官方在这把枪上需要小心谨慎一点 那再来呢 是手枪AMP-63 这把手枪呢 是全自动的 那根据官方的叙述 你可以期待它在短时间内输出大量的火力及伤害 所以你懂的 就是一名潜在犯 那最后一把武器则是近战武器棒球棍 它是一级必杀的近战武器 所以最喜欢跑动的各位也可以期待一下 接下来可以跑棍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来跟各位简短的叙述一下特战兵 于第三季加入的特战兵有四位 分别是 Wave Night Antonov 以及普莱斯 没有错 就是那个在现代战争系列里面的那个普莱斯 只不过这个普莱斯是提供给有购买黑色行动冷战的玩家的 只要你有购买任一个版本的黑色行动冷战游战本体 你就可以在第三季开季的时候 自动获得普莱斯特战兵 那这边附注一下 你要先开过冷战才能够在窝中里看得到 那剩下的一些特战兵的基本人设 我就留给各位之后自己在游戏里面发掘吧 反正值不定之后 特战兵组合包出了 搞不好我还会再拍一部影片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的新地图的环节咯 这一次第三季会加入的新地图的第一章 是我们的6v6多人地图 《雅曼号山》 这是一座遭受废弃的雪山苏联观测站 主要是中短层的地图 中央的主要设施有一定的高低差 所以是否能掌控主要设施 以及能否在被压制时将再生点分散至四方 将会是这张地图的自身关键 接下来第二章则是柴油基Diesel 那这张地图可以分作为6v6 2v2 以及3v3的模式地图 从上面这个条件就可以知道 这张地图一定是小地图 而事实上也没错 这张地图充斥着各种小巷刀 以及中央的室内空间 可以说是散弹枪 以及冲锋枪最好发挥实力的地图 而再下来呢 第三章则是经典重制地图 Standoff 最早出现在黑色行动2中的多人地图 这是一张以中央长距离枪线为主的地图 地图两角则分别有着近距离的巷弄 以及中距离的火力枪线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张经典地图 所以要是以前没有玩过的玩家 也很推荐在上线之后自己试玩看看喔 那么接下来呢 则是复数队伍模式专用的大型地图 Dougal 这张地图将会在第三季的季中推出 那由于我个人是还没有看过这张地图的构造跟结构 在制作这部影片时也还没有任何的影片流出 加上这种大型地图没有亲自体验过 其实很难讲出什么奇怪的心得 所以就留给各位自己去体验看看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你想要在开季时就先玩到这张地图的话 可以先去僵尸的疫情爆发模式里试试看 因为疫情爆发模式的话 这张地图是开季时就可以游玩的咯 好的 那么地图上面的更新差不多 就先讲到这边 接下来很快速的再跟各位讲讲多了哪一些的新模式 首先呢 是经典派对模式冷兵器大战的回归 在这个模式里呢 所有玩家的配置都只有十字弓、弹簧、刀以及一把战斧 玩家可以透过使用弹簧刀和十字弓击杀其余玩家来获得分数 在时间结束前分数最高或是达到分数上限的玩家 则赢得这场游戏 而要是第一名跟你的差距太大 赶不上的话 也可以试试用战斧击杀敌人 被战斧击杀的玩家则无一例外 所有的分数都会被归零哦 所以各位啊 小心别被东西砸到了 那接下来呢 的新模式就有一点点有趣了 这个将是于季中登场的多队伍淘汰赛 有点像是黑色行动冷战版本的大逃杀哦 但是目前的资讯还不多 所以就等他资讯稍微多一点的时候 会再跟各位做详细解说 那这边呢 就先知道有这一件事情就可以 而最后呢 则是将要在开季时加入黑色行动冷战里的全新积分奖励 随便让低空扫射哦 那这个积分奖励呢 会呼叫一对战机 对指定区域进行飞弹和机炮的扫射 而与其他一次性攻击的积分奖励不同的是 低空扫射会对指定区域进行数次的来回攻击 并不单单只会对地面的敌军造成伤害 同时也有机会将敌方的空中支援击落 那相信呢 这种具有长时间威胁的积分奖励 在目标取向的模式中一定可以造成不小的威胁哦 那到这边为止呢 大概是黑色行动冷战第三季比较主要的一些更新感动 其余比较细节的像是多了一些些载具啊 僵尸的新战地升级啊 还有疫情爆发的一些新任务等级奖励等等 因为怕影片长度太长 加上大家听到这边差不多想睡觉 而且我又脱飞了一个礼拜 小夜我在这边就不再追溯 留给各位自己去游戏里面体验啦 好啦 那么我们这次的更新影片差不多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有想要看到更多更多的新资讯的话呢 别忘了留下你的喜欢 并按下订阅点响铃铛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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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